哇!这个刹车非常的好! 大家好,我是宾斯文森,我们今天又来试车了,今天试的车不是这一台,而是这一台最新的Tiger 1200是这个探浅版 语语语,我们下期试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有一个叫盲点检测的 但我也不知道它暂时是什么工作的 等一下看骑起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指示 这一台大车看起来真的是很大 这台车其实它是轴传动的看到没有 850 试一下 今天就是跟我的朋友屁龙来尝试一下 来试车 是吧 是吧 简直好硬 它简直是可以调的 这个车非常大一个 你看它30升的油箱 然后它前面这个daylight 哇 还是很帅的 是吧 然后让我们踩上去 哎呀 这个 起起来还行 我的两只脚脚掌前脚掌是找底的 这个屏幕首先非常的大 哇 这个也是一个快调的机制 这个风挡非常好啊 非常轻松 就可以执行一个快调的一个操作 之前我来骑那个Traden 660的时候是没人带的 自己骑这次的话是有人带着骑 这旁边有车来的话就会有灯 这个车是有双向快排的 但是好像是要在收油的时候才能用 这个降挡的话 哇 这个动力还是很狂暴的 整一个坐姿呢 是非常直立的 也很舒服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 这个车的平顺性好像没有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从3000转开始 这个手法上就会有轻微的细微的震动 我觉得这一点震动还是比较明确的 这个车转起来还是比较轻巧的 这个车的轻巧感还是很强的 前面那个人骑的就是Tiger 1200的Pro GT Pro 还是可以在高速上敲跑一下的 这个快排还是很顺的 非常的顺 然后这个简直也是比较硬朗的 现在的感觉来说 它的路感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它不会过滤到太多的一些震动 一些路面的一些感觉 哇 这个油箱大约上看起来真是非常的爽 我看一下六档 六档80的速度 大概在3000转 我们试下在这个行进度中能不能把它给换模式 是可以的啊 我现在换到了是运动模式 前面这一台是一台Scrambler 二档其他一百多 哇 这个刹车非常的好 既然就是即使在160的速度下 我这个感觉这个前刹的力道也是非常的强 我轻轻的按一下就 有非常强的那个刹车力道 它前面的应该是那个Rainbow的卡前 这个车的马力还是挺强的 这个旁边有车来的话这里就会有灯 其实跟汽车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扭力 倒没有说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强 可能是因为 我的本来的那个SR900 它的扭力就已经非常好了 让我比较惊艳的就是它的整个循迹性和稳定性 但是震动来说的话我觉得同样是三缸的机器 我的那个SR的震动意志 不要比这个车要好一点 但这个车这么好 这种大路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要再 试一下它的加速能力 还是挺好的 我们来试一下6档的加速能力 6档的话加速就不行了 转速太低的话就有皮鞋等它转速上来 这个试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虽然有人带着但是还是挺有诚意的 这个车的发热量还不小 果然1200的机器发热量肯定都不会小 这个车的轻巧程度让它不像是一般1200的机器 我朋友是骑的是这个Bubble 这个Bubble还是挺帅的 这个车突然会有一种嗡嗡嗡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随着这个转速的盘声它会有一个嗡嗡嗡的感觉 感觉是哪里车架的动震还是哪个声音 有一点不太舒服 就像相比我上次吃骑的MP09新款的MP09我觉得MP09的整一个拉扯感 整一个动力的响应都要比这台车还要好 虽然我现在是已经调到了一个运动模式 但可能因为MP09车比较轻 要比这个车轻大概50公斤吧 50多公斤560公斤 所以 这个车的扭力是不小的 但是因为车比较重 所以感受起来没有MP09扭力那么来的直接 看这台车的感觉真的是很轻巧的 跟大概800cc排量左右的冒险车的轻巧感是差不多的 这个快排我感觉升档的时候很好提很顺 把它一进气勾起来 但是降档需要比较大的力量 需要10点进才能够把它踩下去 踩到N档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就是 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是怎么样 这个设计是真的很高啊 骑起来就感觉很爽 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运动 这个车的感觉 并不是说完全的舒适性给你 它的感觉还是很运动的 我们的试骑要结束了 真的好舍不得 好想再骑一下 咯 侧梯在那里 它配的是这个 向牌的这个Country Street 就是比较偏公路的越野华文的车 1200的 这车怎么样操控怎么样 能不骑快一点那四骑 又猜啥意思呢 刚刚这台Tiger 1200我就试起完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台骑起来非常运动的 一台重量级的一台探险车 因为它整个检阵的风格是非常硬朗的 然后它的油门响应也是比较迅速的 不过像飞霜或者水晶那种车 它简直已经把路面所有的一些不平 一些震动全部给过滤了 你在上面就是骑得很 很舍白 很舍白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你在骑的 骑在什么路上 那这个车呢 就是跟一些运动街车或者运动跑车一样 你会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路感 所以这也是它具有很强的运动性的一个表现 就是简直硬 所以路感显示的比较强 就是高轻车 这个车的所有的配置都是已经到了顶 包括它有一个7寸的一个DFT的彩色仪表 一个6轴的IMU 有这个侧面的这个盲点检测 还有波道辅助啊 一些太多了这些信息我都记不全 大家自己上网看一下那些信息就好了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车的这个卡钳 这个Brainbow的卡钳撞墙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我在160速度的情况下 我是没有捏得很重的刹车 但是这个车和这个减速的感觉非常明显 它这个卡钳还是非常的有力的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车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骑起来不太舒服的地方 就是它的震动 它的震动从3000转开始呢 它其实就已经有无想的震动了 所以这点我是觉得天哪 我们知道是因为护杠的原因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设计就是在这个风挡 这个风挡可调的 这个调起来这个方便程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因为在骑行的过程中很容易一只手就拉下来 一只手推下去 也不需要怎么样解锁扣啊 怎么的 然后它这个是护杠针是那个电子点针 好大个奇怪 然后这个车其实最大的优点 我还没说就是它的是轴传动的 就跟宝马一样是轴传动的一个结构 然后配上这个弧条圈 基本上这就是 我刚才对这个车一个 试驾之后的一个小小的心得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试骑什么车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还有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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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呀呀呀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250公斤的一个准备资料 它推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 但是整体重心不会非常高 我觉得是还是过得挺好的 我们这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声音怎么样 嗯 嗯 其实今天除了这两台重点的1200 Tiger之外还有很多车可以试骑 这边有一个Speed Triple Speed Triple 然后这边有一个Speed Triple 1200 这台我也是非常想试骑的 然后Bubble 然后这台Scramble 1200 XS X1 这台也是900 Scramble 900 这个是Triton 660 这个是Street Triple RS 这个是老虎660 还有这台大火箭 这台大火箭也是非常帅啊 就是四骑的车辆其实还挺多的 这也是新卖这边 泰国这边四骑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供四骑的车型非常多 这台Triple 1200 我是觉得是挺帅的 这边是轻软的车辆自在开个月